就着洪山半岛 因为有山坡 有些泥土跌下来 有些影响 那里,据我们所知 暂时影响三间的独立屋 在这三间独立屋来说 有一间我们是评估为有危险 所以是要求当事人要撤离 其实有关独立屋 现在是进行一些装修工程 所以大家在外面都看到它搭棚 应该是撤离了 有关的复修工程 固然独立屋本身 如果有什么工程要做 这个户主自己负责 但是因为它坐落的 下面的斜坡 现在有山泥傾瀉的斜坡 是政府的斜坡 所以我们的地政总署 现在已经在安排承建商 去做一些复修工程 第一阶段 都会用一些噴石屎的方法 希望那个斜坡是稳固的 这些是希望争取 尽快在未来这几天 是完成的 有关违规的事宜 都是涉及这个72号屋的 但我也想强调 现在这一刻 政府要做的 一定是顾及斜坡的安全 和市民的安全 为先 有关的执本工作 随后必定是会展开的 始终如果是关于 违法占用政府土地 或者是在私人物业那里有 禁建 始终政府都是用风险为本的方法 去做巡查 因为这样才能够有效 以及能够集中资源 其实它那个禁建 和山泥倾施的关系 现在我们未能够 去做一个这样的定论 那里会不会另外有 禁建或者有类似的个案 政府会做巡查 那我相信有关部门 都是会按着风险 评估 按着他们的工作优势 去跟进 任何禁建的行为 一定是我们是严厉执法的 大家都看到 如果有禁建的情况出现的话 是会影响 是有机会影响到安全 这个安全 不单是有自己安全 还有附近居民的安全 所以我一定是很重视 我想补充这一点